好 吃完了石斑鱼 来看天气变冷 其实吃顿热腾的火锅 也是很多民众的享受 不过有一种火锅 不知道您敢不敢尝试了 那是鳄鱼头火锅 你看它就是把整颗鳄鱼头 直接放进了锅子里头 配上火锅的配菜 事实上鳄鱼的肉质 比鸡肉还要来得嫩 只不过鳄鱼的形象 恐怕真的让人怕怕的 炙烧 火烤 快炒 这些肉质看上去像鸡肉的食材 事实上就是鳄鱼肉 由于鳄鱼全身都有食用的价值 皮拥有丰富的胶质 既弹牙又有胶原蛋白 肉质鲜嫩低胆固醇 更珍贵的是鳄鱼尾巴的中段肉 还能做成生鱼片 一只四五十公斤这么大只 只有这两块可以直接做生鱼片 其他都不行 不过整治鳄鱼肉质最新的地方 就在于塞便和脖子上面这块肉 因此在冬天才推出的鳄鱼头火锅 更是老头的最爱 在吃的品味上 可能也类似我们的鸡肉之类的 产现这个新奇的方式 所以把整颗的这个鳄鱼头 呈现在火锅上面 鳄鱼大餐 火烤酱爆红烧三杯 统统都适用 但一对十二道菜色的鳄鱼大餐 要价可不便宜 而鳄鱼头火锅 民众在享用时 还需要克服心理障碍 因为张着大口的鳄鱼头 不知道是您吃它 还是它要吃你 借许家时台中某道